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学院 我们本节课来讲解 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站 也就是我们站当中的顺序站 站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实现 在我们的顺序站里面呢我们总共呢分为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呢 是站的顺序存储结构 站的顺序存储结构 第二个知识点是顺序站的实践 顺序站的实践 第三个 是什么呢 就我们就讲讲解这两个两个知识点吧 这两个知识点呢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 在考试当中呢 一般 较容易出现的 两个知识点 所以第1个知识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站 顺序站 站的顺序存储结构呢就称为我们的顺序站 就称为我们顺序站 顺序站呢 他本质上是顺序表的简化 本质上是顺序表的 简化 唯一 需要确定的是什么呢 是用数组的哪一端 来表示站底 通常的把数组当中下标为0的一端 作为站底 同时的话呢 辐射 指针 TOP 只是 站顶元素 在数组当中的位置 我们比如说呢 设存储站元素的 速度长度为StackSize 则站空的时候呢 站顶指针TOP他就等于-1 站满时 站顶指针TOP等于StackSize-1 入站的时候呢 站顶指针TOP加1 出站的时候呢 站顶指针TOP-1 就这么一个原理 就是我们的顺序站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顺序站的实现 将 将站的抽象数据类型定义在顺序站存储结构下 用C++ 我们来实现他的类实现 由于站元素的 数据 类型不确定 因此呢 我们采用就是C++的模板机制来进行 给大家进行实现 顺序站的实现 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 COST型的这个变量 Int StackSize 就是我们 呃 站当中所存储的 呃就是 速度长度吧 呃 传属元素的速度长度 我们这一块定义的这个10呢 它只是 实例性 呃 实例性的这个数据 当然了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问题呢来具体的定义 呃具体定义 呃接下来呢我们来定义模板类 Template Template ClassDataType DataType 这是 定义 定义 模板类 模板类 呃呃属原从 呃呃呃属羽 呃呃域 呃 Public 呃 构造 杆树 sackstack 我们让top呢 等于-1 这是构策击数 初始化一个空战 当然我们来定义这个private private是我们的私有的成员变量 datatype 定一个data 数组 stacksize 它是什么呢 存放 占元素的数组 然后定一个 英特性的变量 top 它是什么呢 站顶 指针 站顶指针 为站顶元素弹出 为站顶元素在数组当中的下标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实现呃看一下它的这个函数呃勾的函数完了然后呢吸购函数 下标函数 三个stack 吸购函数呢我们不实现呃内容 再然后呢是入战操作将元素x入战 进入战操作 呃 void返回之类型 push 参数为data tap tap x 对的呃 typex 我们目的是将元素x呢入战 再然后呢是出战操作 出战操作 出战操作 data type pup 它是出战操作 就将呃这样点元素呢弹出 接下来取卷 战取卷顶元素 取卷顶元素 取卷顶元素 data type gettop 我们就判断 if top 不等于 负1 负1 则 return data type tap 接下来还有一个函数是判断战是否为空 判断战是否为空 用 int empt empt top 等于-1 Panatop是否等于-1 如果等于-1 我们return的是 就return什么呢 return1 如果top不等于-1的话 就return0 好的 接下来我们在led外面来实现 我们的push函数 push函数和pop函数 因为什么呢 我们根据顺序站的操作定义 很容易写出顺序站的基本操作算法 并且它的时间复杂度 就因为01 包括1是站的初始化 以及站的操作 首先呢 我们来看 其实它这个 push函 pop 函数 template class data type 然后呢 是返回之类型 void 类型的 类型 sackstack 类型 data type push函数 data type x 将x 入战 当然我们需要判断 if top 等于-1 if top 等于stack-1 stack size-1 则说明什么 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站呢 一满 就throw 抛出一场 上亿 就是已经溢出了 我们这个站呢 已经满了 让这个data 加加 top 等于x 这是 我们不等于 它的时候 在外面 让它 把这个x呢 入战 OK 这是 入战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出战 template class data type 返回之类型为 data type sackstack data type pop 当然我们也是一样 判断 if top 等于-1 则说明什么呢 下一了 这里面 战里面 已经没有元素了 所以不能再出了 throw 下一 OK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就让x呢 我们就定义一个x data type data type x 让x呢 等于 data 这个top 准备 准备 然后呢 return x 好的 这是我们的 出战 出战 ства数 就是取战点元素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 push tops的话呢 pop的话 只是说 是将我们的 这是出战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取占领元素 取占领元素gettop 它只是将我们top直向的占领元素取出 并不修改占领的指针 而它这个判空的话呢 就是顺序占的这个判空操作呢 只需判断top是不是等于1成立 如果成立的话呢 则占为空返回1 而如果不成立的话 则占非空返回0 好的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占 就是顺序占的一些这个常用的这个操作 当然了这个出占入占呢 是我们在考试当中呢 经常要考的一个内容 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这一步是怎么操作的 跟这一步是怎么操作的呢 但是呢往往忽略了这一块 没有判断我们 我们的这个站当中是否有数据 直接执行它呢 就会形成这个内存一出 就会出现错误 这也是我们 这一块呢才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跟这一块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好的 关于我们的顺序占的内容呢 主要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解这些 就讲解这些 关于我们顺序占的应用呢 我们下去自己下去以后呢 来应用我们这个站的元素 站的函数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作业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本杰克本杰克的站类 顺序占 在 曼函数中 进行应用 OK 这一块呢 我们大家应用它呢 应用好了之后 然后呢 再进行它的这个熟悉 来完成我们相应的 这个工作 好的 关于顺序占 顺序占完成了 他还有关于站的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站 当然了 我也不在我们的这个呃 讲解范围之内 下去以后呢 自己的可以进行呃呃 更加的这个进行这个学习 好的呃 这是我们本节课呢 主要的内容 谢谢大家